大家好,我是范泰熙,欢迎收看本期的西石聊电影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身高一米九的囚犯 缩小成一厘米被关进火柴盒里的奇幻故事 一部非常优质的惊悚悬疑短片《八号囚房》 故事还要从二战时期一所戒备森爷的监狱里开始说起 在八号囚房内,一只火柴盒伴随着私生历劫的惨叫声 在桌上自行震颤抖动 紧接着火柴盒被一根手指按住后随意的扔进了抽屉里 与此同时,一名大胡子囚犯也正被押往该监狱 但不曾想他也被关押在了八号囚房 在靠窗边的位置坐着一个神秘诡异的老人 很显然刚才将火柴盒扔进抽屉里的就是他 在两人简单的寒暄交流之后 大胡子在老人的床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红色木盒 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他试图打开木盒 但被老人严正警告,禁止开启 大胡子疑惑地询问为什么不能打开 老人却说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而这句话也令大胡子匪夷所思不得其解 而此时老人的态度却又抖转直下 居然又同意了大胡子的要求 前后的言行让人一头雾水,不明就理 盒子被打开后 大胡子发现里面竟然是一个和八号囚房布局一模一样的微缩空间 他尝试着把手伸进木盒 与此同时却惊讶地发现囚房内出现了一只巨大的手指 很显然那正是他自己的手 被眼前这一幕震惊到的大胡子迅速地将盒子放到了地上 反复开关了三次 而每次木盒的开关 囚房的天花板都会随之开合 这也令大胡子兴奋不已 然而在一旁的老人却淡定地面对这所发生的一切 随后大胡子再次将手伸进木盒 借助双手的触碰 以此来感受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然而此时一个邪念在他的内心油然而生 大胡子直奔墙角 要求老人帮他打开盒子 然而就在囚房天花板打开的一瞬间 他迅速地翻越高墙冲出牢房成功越狱 但令大胡子没有想到的是 诡异的一幕却正在发生 在他的身后刚才被打开的红色木盒 一如苍天巨雾 如巨人一般的老头正在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 而就在大胡子为自己成功托狱 而暗自庆幸之时 一只大手拿着一只火柴盒从天而降扣住了他 就这样大胡子被老巨人用火柴盒再次囚禁 老人把那个红色木盒再次放回到了床上 火柴盒里依然传来私生礼节的叫喊声 老人把装着囚犯大胡子的火柴盒 扔进抽屉默默地关上 抽屉里又多了一个会洞会架会喊救命的火柴牢房 老人冷漠地说了一句 影片直击人性的弱点 罗列出种种情绪的变化 从最初囚犯对木盒的好奇 到后来的惊恐畏惧 直到最后发现逃生之路 被激起邪恶欲望 人只要犯错就不要选择逃避 你也许可以逃出现实的牢笼 但等待你的却是无尽的心灵黑暗 生活就像一个潘都拉摩盒 你永远不知道打开后里面装的是什么 然而在你产生欲望打开那个盒子的同时 你就已经陷入了无限的循环 永远无法挣脱